- 歡迎到5mmo.com並且輸入優惠碼NOX就可想要5拍優惠喔 哈囉你好我是諾斯 今天的話我們來繼續進行我們籃球大兩段 今天所要進行的內容的話就是讓我們這個 假設快樂的來到這個亂七胡人隊 他有沒有辦法打敗1213年的這個胡人F4呢 那其實基本上當時1213年的這個胡人隊 其實當時的這個陣容是非常非常好的 包含了像是Steven Nash、Kobe Bryant、Meta World Peace Porkasso以及Dwight Howard 當時也被稱為新F4 但是其實當年的亂七胡人隊有發生非常非常多的波折 包含了這個Kobe Bryant以及Dwight Howard的打法不合的問題 雖然當時的這個Kobe Bryant的話是34歲 再包含這個Dwight Howard的話是28歲 其實都還算在當打之年 也包含了現在看到LeBron James以及Anson Davis的話 他們也剛好都是34跟28歲的一個組合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就來看一下 LeBron跟Anson Davis的搭配好一點 或者是Kobe跟Dwight Howard搭配好一點呢 那另外其實當時在2013年的4月12號 發生了一件所有亂七胡人隊球迷都非常非常難過的一件事情 就是Kobe Bryant在對陣金融勇士隊的這個比賽自動化 發生了阿基里斯劍斷裂這件事情 而導致於了他後來的職業生涯就是 基本上就是直接跌落谷底 這個也是讓當時很多亂七胡人隊的球迷其實非常非常難過的 其實當年的話這個黃金組合也在這個基歐賽第一輪就直接被馬次隊給橫掃出局了 那其實這個組合的話我個人認為當時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因為那個時候我也才剛接觸到看NBA的時候 然後看到Dwight Howard我就覺得這個球迷是非常非常厲害的球迷 但是就是因為打法復合導致於到後來其實 其實不管心態上或者是一些這個打法上都會有些改變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為各位模擬一下 如果今天的話我們是使用這樣的一個陣容來對決的話 就是誰會輸誰會贏 那其實就我目前看來的話我個人會更傾向於是這個 1213年的這個胡人隊會贏 那這邊我跟各位稍微分析一下 Kobe Brown跟Quellen這兩個位置的話應該是可以到互爆的一個程度 你守我我守你應該是可以到一個還蠻精彩的一個程度 因為一樣都是6尺7跟6尺6左右的身材 其實身材上的話其實是差不多的 而雙方的話都是攻守一體 其實都有蠻不錯的進攻與防守的 那這邊LeBron對著Meta World Peace的話 Meta World Peace當時其實以這個年齡來說的話也是30好幾了 不過這邊的話他依舊在防守上面的話也是應該是可以起到不錯的作用 那這邊Keya Kuzma對上這個Polka Soul的話我個人認為應該是Polka Soul這邊會佔盡一些優勢 那Athan Davis跟Dwai Howard的話 在這個時間點我個人認為Athan Davis雖然是適合現在小球聯盟所喜歡的這個中風味 但事實上Dwai Howard在當時也有一定的載制能力 包含了像當時他在這個奧蘭多魔術隊的時候他可以僅拼一己之力 因為他其實周圍的這個全明星不多 他當時憑著一己之力帶領了這個奧蘭多魔術隊打進的這個東區的這個冠軍賽 其實我當時也就覺得這個球員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看一下這樣的一個組合的話能不能形成一個精彩的比賽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是使用名人堂難度 並且我們一節調適6分鐘 那我們今天比賽的話就即將開始囉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到這個Stable Center 來今天來看一下這個雙方組合的話 究竟是這個誰會輸誰會贏啊 其實Ray Jarrondo在今年的話是似乎是想要跟這個 這個亂擊胡人隊繼續簽約 因為他看到這個Ethan Davis的加盟的話 他其實應該是蠻有意願想要繼續續約的 因為當時替狐隊的時候他們就曾經有當過隊友一陣時間 他們或許是可以互相再搭配一次的 好那麼今天比賽的話就即將開始囉 好那今天的話首先是由現役的這個胡人隊拿下這個球權 然後我們跟著Ray Jarrondo 這邊傳給的是這個Quiet Laner 傳給進去 欸喔這邊差點發生失誤了 喔這邊是這個 哇這邊META WORLD PIECE 這個向前要了一個犯規了 Bronz交到一個2加1 這邊被包夾的情況下傳給第一角的Coby Bryant 這邊擋拆之後 這邊直接選擇中投 好這球沒有進非常非常可惜 這邊在4號位部分的話我個人認為是真的是POLKA SOLE有更好的一個優勢 因為這邊POLKA SOLE的話是7尺 這邊KAL KUZIMA的話是相當起來比較像是一個小金鋒的身材 好這邊直接在對位的情況下 DWR拿下這個籃板 META WORLD PIECE 這邊往前推進 這邊傳給Steven Nash 進去有空檔嗎 這邊Ray Jarrondo直接一個斷球 然後想要打快攻嗎傳給進去 LEBRON GEMS 這邊直接進去一個扣籃 擋拆 來之後這邊Quietlander 喔這邊難道哇再次一個抄劫啊 傳給進去的時候這邊發生了一個失誤 META WORLD PIECE 這邊選擇把節奏放緩 傳給進去的Kobe Bryant 想要直接哇這個 我覺得這個打法實在是有點不太好啊 Kobe Bryant這邊是直接量掉了 好這邊Quietlander 對位的情況下 選擇直接上去跳投好球 哇這邊耐心等待仔細尋找 找到了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空檔 這邊目前現役連得6分 傳給Kobe Bryant這邊給的好球 這邊是直接一個三分球出手 當時我記得這個Steven Nash以及這個 Dway Howard其實都有一些在 這個 我記得是背部的傷勢吧我記得 Dway Howard這個背傷的話一直到這個火箭隊時期都沒有辦法 徹底的解決啊 Steven Nash的話我記得當時也有很多 很多球迷啊 認為他就是 都不上NBA打球然後跑去打高爾夫球啊 我記得當時很多球迷是這樣認為 但是我當時就覺得其實高爾夫球跟籃球的這個 這個感覺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時我也是覺得 這Steven Nash應該是也該退休啦 因為他畢竟也是 38歲了吧我記得 當時啦 我有點忘記了 好這邊直接穿個進區的Dway Howard 這邊直接進行一個空中接力 好 這邊LeBron LeBron面對Meta World Peace 這邊是沒有進這一球 目前分數的話是9比5 目前4分差 LeBron面對快樂人的防守 這邊他感覺是有點不容易進攻的 說實在話 然後這邊看到 叫Progasso 這邊可以進去直接上籃嗎 轉轉轉 這邊是沒有直接出手 這邊選擇直接 OK 在對快樂人的情況下居然是 把這球給投進去了 非常厲害 目前雙方的這個 分差的話來要2分差 其實這邊也有把這個分數追回來了 這邊在擋拆之後 傳給Ray Jarrondo 再傳給Athan Davis 這邊是兩個中鋒的對決 唉唷 哇這邊是直接把這一球給頂了進去 讓這一球 其實剛剛Dweigh Horror好像有點沒有想要防守他的意思 看起來是這樣子 這個傑米森 LeBron對克拉克 這邊選擇直接投籃 好球 這邊就我看來應該克拉克的身高是比這個 LeBron再稍微高一點 可能是6持9或是6持10左右 好這邊是這個 Blake Blake這個球員的話我當時也是有一些印象 好這邊選擇跳投 在LeBron對位的情況下 LeBron這邊的這個 防守對位也是對得很好 LeBron外線3分 好球 喔 LeBron真的是 有時候真的很難擋住他 他今天 命中了一個3分球 並且包含了這個 5投4中的一個命中率 好這邊進去的這個 WideHorror的上籃可惜是被 唉唷 哇 我LeBron不演了耶 我LeBron直接兩顆3分球耶 哇 目前Kobe Bryant 這邊必須趕快跳出來 再進去想要進行一個空洞接力 可惜沒有 沒有成功 這邊 進去的 布拉克 布拉克這邊 是把自由給放進去 目前是7比21 難道真的應驗了這個傳說嗎 哇 其實整個陣容來說真的是沒有 沒有差距差到這個樣子 可是目前看起來這個分數已經有些差距了 目前是21比9 LeBron這邊的這個 兩顆3分球啊 再包含這個5投4中的整體命中率 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在這邊這一球沒有進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節結束的話 目前是21比9 目前看起來這個分差是有一些 有些大的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第2節有沒有辦法 把這個分差給拉回來 好 好這邊給Kobe Bryant一個擋拆之後的話 克拉克目前是有點mismatch了嗎 Kobe Bryant對LeBron 再傳給進去 哇在這個地方也可以發生一個失誤 這個失誤實在是我個人覺得太沒有必要了 好這邊一個稍微往後墊步一下 LeBron這邊繼續把這球給投進去 LeBron今天這個真的是 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整體數據啊 目前是7投6中啊 沒有人擋住他啊 其實今天Kobe Bryant感覺上 他在整體的這個進攻上的話 是有點綁手綁腳的 說個實在話 在這個時期他是還沒有受傷的時期啊 就是他在受傷的最後一個賽季啊 這個時候的話他的這個整體評價的話是94啊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個進攻上應該是還沒有到這麼的 就難以進攻的感覺 LeBron這邊 對克拉克的時候直接把這球給操了下來 這邊傳給進去布拉克 布拉克這邊沒有把這球給放上去 這邊傳球傳給這個布雷克 布雷克這邊是傳給了這個Kobe Bryant 對位 有後兩跳投好球 今天在第一節這個命中率的話 是6投3中大概50%的命中率啊 但是說個實在話 LeBron在今天的整體命中的話是絕對高出許多的 好這邊外線快 我還想在這個 進去切入 這邊可惜沒有進 好這邊 布拉克直接選擇跳投 這邊這一球沒有進的情況下 這邊傳給進去的布雷克好球 現在感覺是想要讓這個Kobe Bryant做一個主況的感覺 傑米森 傳給的是這個Kyle Kuzma 再傳給進去 Lan Stevenson Kyle Kuzma Kyle Kuzma WOW Lan Stevenson今天也是在替補這邊扮演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角色 目前一半的分差 必須趕快想辦法把他追回來 目前確實是想要讓這個Kobe Bryant做一個控球主將的概念 那我在想今天如果Kyle Kuzma 沒有加盟的話 其實會不會對整體的這個局勢看起來就沒有差距這麼大 因為目前看起來是 LeBron被Kyle Kuzma限制的還蠻慘的 說個實在話 META WORLD PIECE外線一個三分球 好球 這邊在10每分加成的情況下 再加上 應該他自己本身也有這個 街頭投籃手 所以這邊這球是近的 好目前是10分差 第二節剩下大概2分40秒左右 面對META WORLD PIECE 這邊是有機會嗎 這球被這個Porka Soul給拿下來之後 目前這個Lan Stevenson是倒在地上的 目前應該是有一個空位 這邊沒有選擇這個直接傳導 好這邊META WORLD PIECE 想要拖延時間嗎 我是想交個戰術這邊是有點MISMATCH了 MISMATCH的情況下居然選擇不傳 直接投了 哇這個不像Steven Nash 來Stevenson 這邊傳給進去的Edson Davis 這邊在對位情況下的話 Porka Soul把這球給守了下來 對的是布拉克 這邊球給Kobe Brand 哇真的對位快樂的情況下真的是沒有什麼機會有辦法進得去啊 我這邊META WORLD PIECE把這球給拋頭拋進去了 真的在整體命中裡來說哇是真的非常非常接近啊 但是就是 剛剛才那個LeBron James這兩個空心三分球啊 也不算空心嘛就是兩顆非常好的一個三分球啊 把這個分差 拉到了這麼大一個分差 這邊 先克拉克拿下這個籃板 這邊有Steven Nash來進行這個控球 快樂今天目前也得下五分 但我覺得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手死這個Kobe Brand這個點位 Steven Nash往進去切入的情況下 這邊不選了傳球想直接上籃嗎應該是不太可能的 哇我真的得說啊今天這個 1213版的這個胡倫隊真的是打得非常非常綁手綁腳的啊 我以目前看起來的感覺啊 那WORLD PIECE給克拉克 這邊選擇直接上去也沒有要來犯規 不過這邊是直接把最後給拋進去了 好在LeBron下場的情況下目前看起來這個分數是逐漸有機會追得回來了 好這邊Less Stevenson傳給低腳這個布拉克 再傳給Kal Kuzma再傳給Less Stevenson 這邊傳給FN Davis這球中投好球 當LeBron下場休息的時候啊這邊這個FN Davis一定要把這個地方的這個分數給填補回來啊 因為畢竟 LeBron也不再年輕啦他目前也是34歲啊就不能讓他繼續這樣操勞了 這是我對目前的這個戰術的 這個感想是這樣子 好那這邊的話應該是想要第二節的分數走到底 然後讓這個 時間壓在最後一刻 這邊剩下2秒1秒 這邊應該是LeBron繼續進行這支進攻 好那在這個 中場結束之後的話我們目前可以看到是20比28 目前分差來到了8分其實是還可以接受的一個分差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我們這個下半場馬上回來 好那目前我們來到第三節 其實在中場之前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目前的分數的話是這個 LeBron目前的這個數據的話是這個得下14分 然後並且有兩個籃板 那這邊Kobe Bryant的話是得下11分 一籃板二足攻一個表現 那其實基本上的話我個人認為雙方的話是相當接近的 但是事實上我這邊在想說可能是在這個 其他包含綠葉或者是其他主將的這個得分能力上面的話 或許是這個現役的胡倫隊比這個 這個F4的時期的話好像再好了一些 不好意思我這邊我看到這個Anson Davis這個 球1號碼我是沒有調的應該照理來說是21號 這邊來看到這個 Kobe Bryant 再傳給這個Meta Warpies再傳給Steven Nash Nash想切入 這邊沒有機會情況下傳給Porgasso再傳給Kobe Bryant 擋拆之後有個小空擋好球 OK這邊目前 LeBron跟Kobe Bryant其實兩個人都得下了14分啦 目前看起來分差整體來說已經越來越接近了目前只有5分差 還有Kuzma 面對的是這個Porgasso這邊選擇傳給LeBron 進去這個斜坊斜得非常非常好 那這邊在這個情況下完全的鎖住了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Meta Warpies世界和平把LeBron守住的情況下 這邊翔再傳給外線 再傳給進去的Dway Howard 這邊再進行個空中接力 1213年的這個胡人隊的這個總教練的話是Mark D'Antoni 他或許是想用當時那個 03-04年的那個 霍王者太陽隊那個打法 所以這邊是找來這個Mark D'Antoni 來發覺其實事實上是沒有這麼的合的 感覺上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基本上 當時的這個胡人隊其實他們在整體主將的這個年齡上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高齡了 大概平均年齡是來到了32到33歲 所以 其實在整體上的話我個人認為這個戰術就是需要一個 就是年輕有活力的一個打法 我說個實在話 這邊Stevenash在這個時候選擇直接跳了 這邊是可以看到這個Dway Howard把這個藍板給補了進去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這個鍋也不是Mark D'Antoni你可以背的 因為他的打法就是那樣子 你也找他進來了 那你就不能怪他用這個打法 而當時會有這麼多傷病 很可能就是因為當時的打法實在是不太適合用這個 這樣的一個陣容 這樣的一個套組 好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在第3節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失誤 來自於現役的這個胡人隊 然後分岔的話逐漸已經 追到只下一分了 所以目前的話 我個人覺得現役的這個胡人隊必須要趕緊的 就是將自己的狀態調整回來 不能再讓這麼多的這個 失誤發生了 這邊在這個地方選擇直接硬頭了 因為時間已經快到了 這邊有這個快樂的控球穿個進去的Kyle Kuzuma 在這個地方火鍋蓋在頭上 好這邊真的是Kyle Kuzuma這邊是非常非常吃憋啊 因為在整體的這個 身高上的話是有些差距的 所以這邊是 這個PoKaSou可以直接一個 一個 輕輕手一抬就把這個防住了 但是這邊這一球Kyle Kuzuma 是有辦法把這個打進去的 好目前來到第3節的這個2分17秒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是傳給這個Dweil Howard 再傳給傑米森 PoKaSou傳給進去的這個Blake DeepBlake 這邊想要看到PoKaSou這邊在硬扛的這個 Rajar Rondo以及Ethan Davis的情況下把這球給拋了進去啊 這球難道可以把這個比數給持平嗎 好久這邊也是把這個罰球給罰進去了 目前是32比32 目前真的是 大家有沒有想到第3節居然有辦法把這個給拉了回來 這邊在這個泰城圈的了這個 直接輕輕拋頭了 Dweil Howard是沒辦法把他防住的 來這邊有Steve Nash 這邊傳給這個Steve Black 提米森 這邊Black直接上去了好球 目前其實應該是想要打一個雙能位的一個位置啊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事實上是可以在這個Kobe Brown 不在場上的時候頂地掉他這個得分上的一個位置 好這邊來看一下這個 布拉克 這邊在擋桌之後選擇直接上籃 Dweil Howard是沒有辦法把這球給防住了 其實我總覺得Dweil Howard在防手上的這個 能力或許是有些低下的 至少在這場比賽看得出來是這種感覺的 然後這邊在進區面對包夾的情況下的話是沒有存給外線的這個Kobe Brown 不過這邊是要到了一個犯規 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這個Dweil Howard在整體上的一個數據啊 他是在這個干擾團來到97啊 但是我總覺得不像是你知道嗎 這邊Dweil Howard這個非常厲害的空中接力 我剛剛看了他的這個防守的態度其實非常非常不像他的干擾團來到97 各位知道 因為其實你總覺得他是那個很容易就是一步被過 如果實在的話是這樣 那在進攻的能力上我是真的是可以為他打爆票啦 但是在防守能力上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 或許是態度 我覺得 可能是態度大於能力我覺得 那事實上今天我們可以看到Steam Nash跟這個我們的Dweil Howard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精彩配合包含了這個空中接力 以及這個 有不錯的這個側硬傳導 這邊選擇直接中投好球 哇這邊是這個 F4把這個 比數給反超了 Kobe Brown在這個 底下休息一段時間 其實事實上我們目前看起來是 場上還有辦法維持住這樣的一個得分的 好這邊看到Lan Stevenson 持球 這邊LeBron擋拆 想傳給空中接力這個輕輕的拋頭把這球給拋了進去 好這邊由Steam Nash來控的這個球 Steam Nash這邊傳給傑米森 這邊剩下最後的兩秒一秒 這邊選擇直接中投好球 這邊我覺得剛剛那一球有一點點沒有這個防到很到位啊 其實我都完全沒有想到1213的胡人隊居然有辦法在這一節將這個分數給超前 好那我們這邊第三節結束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來到這個決勝節第四節 然後我們目前可以看到是38比40雙方的這個分數已經算非常接近了 這邊第四節就要看現一的這個 胡人隊有沒有辦法把這個比數給重新的拉回到領先 這邊在Lan Stevenson這邊是直接輕輕拋頭把這一球給投進去 那其實剛剛是因為有點mismatch了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話是比較輕鬆可以進行這個得分的 好目前40比40平手 這邊傳給Progasso這邊傳給傑米森 傑米森選擇直接跳投在LeBron面前的 竟然是一個不太明智的選擇 LeBron進去直接切入 這一個兩下墊步之後的話由Progasso把這球籃板給拿下 傑米森直接快速運過半場 這邊傳球傳給Steve Blake 好這邊來看一下這一球的話是要到一個犯規 好這邊兩發綜藝的情況下的話目前Kobe Bryant重新回到了場上 那這邊 布拉克 控球在進去這個地方情況下 這邊開到Kutma沒有把這球給救回來 這邊基本上運過半場 這邊球傳給進去的Steve Blake 好球 Steve Blake這邊在進去裡面要到了一個非常非常絕佳的位置 那這邊是重新在要到了一個m1 史蒂布布拉克原來是那麼強的球員是嗎 好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這個Rajarondo Rajarondo控球 這邊傳給的是這個Kwaii Laner 這邊是有些mismatch了 這邊是由這個4號位來防守這個2號位 好在這個情況下 哇 Progasso對位情況下居然還有辦法把這球給投進去 這是我沒有這個勇氣感這樣投 好這邊底腳是Kobe Bryant Kwaii Laner對位這邊傳給Steve Blake 這邊有空檔嗎 顯然是沒有的 這邊進去有一個都外號的空檔 這邊拿下籃板之後 重新的再進行一個補扣 好目前這個第四節的這個4分19秒 這邊是叫出一個暫停 好那這邊的話 由LeBron來進行這一次的控球 LeBron這邊傳給Kwaii Laner 這個FM Davis擋在之後外線有個空檔 這邊選擇直接偷籃 這球沒有進 Kobe Bryant拿下籃板 這邊來看一下 Kobe Bryant傳給進去 先Devison擋拆 擋下來之後 外線有個空檔 這邊不選擇 這個傳導 然後這邊是選擇直接一個墊 或者直接一個 輕輕拋頭 今天的這個命中的相當的出彩啊 來到這個6 這個6成7啊 其實非常非常好 這邊來傳給Kobe Bryant Kobe Bryant這邊 多外號的擋在之後 選擇直接跳投 哇 這個是真的只有Kobe Bryant 才有辦法這樣投 好來看一下 LeBron想進去 直接 個人扣籃 不過這邊Meta World Peace 用身體把這球給擋了下來 這邊這一球球決定的話 是交給的是 1213的 這個古人隊 其實這一球基本上 是我個人覺得是有機會 可以直接扣進去的 在傳給Paul的時候 這邊是直接要了一個犯規 這個犯規其實是非常非常虧的 因為重新把這個 時間拉到14秒左右 並且這邊 Steven Nash 上場 我們剛剛可以在場邊看到這個王者沙葵啊 我記得當時有那個王者沙葵跟霸者凱蒂啊 但是這兩個人顯然就是 沒有上場過 這邊有Kobe Bryant一個 後仰跳投 這邊是直接面對的是 Quilainer 這球居然是把這球給放進去了 好我們這邊用這個Rajoronto來進行這次控球 這邊傳給來的是LeBron LeBron也選了一個 後仰跳投這球也進了 哇 王者非常非常氣劇化 雙方最後的這個 主將都是來這邊來進行這個爆分的 Kobe Bryant 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傳個外線Steven Nash Nash應該是想要耐心等待 這邊都在耗了一個擋拆 來 再選擇一個小後特步然後再進行這個Kobe Bryant的這個跳投好球 好我們這邊來讓這個Rajoronto來控球這邊是傳給了LeBron James 這邊對面對包夾的情況下沒有傳給底腳 哇這邊Rajoronto想要上籃的時候這邊是要到一個犯規 因為剛剛給底腳進行一個三分投射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事實上應該是沒有給到這個地方 好這邊Rajoronto雖然是 發球本身沒有到非常非常好 不過這邊兩閥中一 這邊傳給近距的Dweb Howard 再進行一個空洞建立 其實說實在話 Dweb Howard跟Kobe Bryant真的 只要他們的態度都是正確的 其實基本上雙人的這個輔助其實還是相當好看的 因為你可以其實相當起來的話你可以看到LeBron跟Anthony Davis的配合基本上相當起來是非常非常少的 LeBron這邊傳給Kal Kuzma 擋拆之後 這邊是這個換防了 這邊兩個人在包夾情況下的話這邊是要到的犯規 好今天全場最佳球員的話是Kobe Bryant 今天其實有非常非常多次在這個 Kobe Bryant盯防的情況下的話依舊把這球給投了進去這個是Kobe Bryant厲害的地方啊 不過今天他在整體上傳導的話其實說實話就還好 並且其實他前面有段時間其實手感還蠻冰的 但是在現在的話其實是幫助了球隊 進行的蠻多的這個進攻的 這邊來看一下Kobe Bryant在外線 這邊面對Quadlander這邊這個防守 再面對Anthony Davis Kobe Bryant真的是 殺神一般啊 面對兩個防守漢將的一個包夾居然還是有辦法把這球給放進去 LeBron這邊傳給Epson Davis 球沒有放進去 在這個情況下我感覺 已經對現在這個胡倫盾其實沒什麼 沒什麼機會了 因為這邊有辦法把這一個 這球給防住 不然在進去裡面沒有辦法把這球給投進去 看一下 這邊傳給Dewa Howard 再傳給Meta Warbeats 再傳給Siminash 這邊Nash直接投射好球 哇壓倒這個 亂擊胡倫隊最後一根稻草啊 這球基本上已經 確立了這個 今天的勝利 好這邊LeBron James這邊在一個操結 這邊得快速進行一切三分投射 M1 WOW 沒有想到 這邊感覺還有得打喔 因為在這個罰球發運之後的話目前可以看到是4分差 這把沒有進 Epson Davis 哇這邊被Jemmy生一個火鍋蓋頭上這邊是只能進行這個犯規戰術啦 這邊傳給這個 Stevenash 這邊 Stevenash的罰球還算非常穩定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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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ash通常他是會先 先拋一下然後再叫這個 這個 裁判啦 把球給他 我記得他當時這個罰球姿勢都是這樣 好 那在24.5秒的情況下目前是來到了這個7分差 因為剛剛這個Radiarondo那個地方的話我個人認為如果那球罰球罰進的話我說實在的話其實還有機會 不過這邊顯然這個時間對這個現役的這個虎人隊來說是相當相當的不利 而且這邊是有大概2到3個防守漢將 這邊傳給外線的LeBron這邊選擇直接跳投這球沒有進的情況下 這邊再傳給Koi Lainer 這球也沒有進 好吧這邊今天這個比賽已經 確定結束了 沒有想到其實說實在的話1213的這個虎人隊在他們 全員沒有受傷的情況下 並且他們態度全部都是正確的一個 這個情況下的話其實基本上的話 他們當時的組合是非常非常強的 雖然前面看來的話 這個現役虎人隊是真的 打的是非常非常的這個順風順水啊包含這個LeBron在這個第2節的時候有非常非常多出色的這個3分球表現 可惜的話是在第3第4節的話在下半場完全是被對方給擺平了回來 今天DWIHORROR在進區裡面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在防守方的話我個人覺得就稍微的稍微的 遜色一點 但是可以看到這個進區裡面啊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出色的一些火鍋啊 讓這個今天這個 1213的虎人隊能夠獲得今天這場比賽的勝利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整體的數據那今天可以看到Kobe Bryant的話在命中率部分的話來到了這個大概 5層到6層左右那今天的話4頭2中3分球 DWIHORROR的話今天的表現也是非常非常好 14分8爛版1助攻2超級啊 這邊NESH的話今天是稍微遜色一些得下這個9分 1籃版3助攻 然後這邊這個STEVE BLACK這邊是8分1籃版1助攻的表現 META WORLD PIECE的話這邊今天最重要的工作的話就是防守住這個FRONT JAMES這個位置 今天的話得下5分3助攻以及2超級的表現 相較起來的話PROGAST今天就是相較起來還好 負責3分以及這個 搶籃版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的話再來看一下這個現役湖人隊部分的話我們可以看到LEBRONT JAMES今天也是得下20分3籃版 以及這個 4個超級的表現 三分球命中部分的話是3頭2中 其實剛在上半場部分的話我們看到那個非常非常出色的那個表現 那個時候感覺就是 怎麼樣都打磨住LEBRONT JAMES 然後在這個快樂的部分的話是得下12分1籃版1超級的一個 一個表現 那在快樂的部分的話是可以看到得下12分1籃版1超級的一個表現 這個三分球命中的話是4頭2中還算OK 這邊的話主要我是覺得他們在 除此之外就沒有特別的得分點像Lan Stevenson Kel Kudema以及這個Anthony Davis這邊的話 似乎都沒有什麼在做一些得分的一個 動作 這邊REDRONT的話就穿出5次助攻 其實感覺起來真的如果這邊Anthony Davis 如果有辦法再多 做一些事情的話 其實事實上的話他們是有機會贏的 但是今天的話感覺起來 打了他是 沒有這麼的好 說實在話 好啦本次影片的話就喜歡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下下方的訂閱 並且按下小鈴鐺 追蹤影片的動態 如果各位有任何想法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進行留言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 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